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现在下午两点钟,刚刚到岳阳楼这边 奇怪的是,今天星期一啊 停车场都满掉了 看一下,身后的停车场 全部满掉了 今天星期一居然有这么多人来啊 这边就是古城墙 我们现在准备买票进去,过去看一下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游 八百里洞庭,我还没看过洞庭湖呢 洞庭湖倒是看过,不知道多少边 洞庭湖还没看过 今天来见识一下 这里是售票处,看一下公司盘 七十块钱一个人 参观时间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半 早一点的话就到六点一十五 冬季的话就是到五点四十五 进去吧 刚刚买完票,七十元 他这个如果在网上订票的话要提起二十四小时 不能订当天的 所以如果订当天的只能 你好 如果要买当天的话,只能在他们那个售票厅现场买 还好没有人排队 先看一下 这边有洗手机 先去上个洗手机 从正门进来之后 正对面的就是一个小盆转 然后 这里有几个五槽楼罐的样子 不过这个中间有水挡着了 这个是元代的岳阳楼 这是元代的模样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是明代的岳阳楼 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是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宫廷画家 所绘的岳阳楼图为蓝本 这是清代的元楼 这个也是以清代画家公贤 所绘的岳阳楼图为蓝本 这水中还有一个乌龟 水里面有五个乌龟 乌龟壳上 还有好多的硬币 好多人朝里面弄硬币 我们先转一下 看一下这个五代楼官的样子 为什么这个楼旁边都有乌龟 这就是唐代的玉安楼 唐代的只有两层 这个就是宋代的 宋代岳阳楼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 宋代宫廷画院 岳阳楼图为蓝本 这个就好复杂 OK 这样五朝楼观 我们就看完了 现在去旁边看一下洞庭湖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旁边的城墙这里 这就是在洞庭湖边上的 看一下 下面还可以下去 下面可以走到好下面 这个视角更好更高 果然是一万五计 对面的应该就是君山岛 这就是第一眼的洞庭湖 看一下 在湖边好凉快呀 果然靠水的地方还是好啊 昨天在香江边上 也是特别凉快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 OK 现在我们正式来到了岳阳楼的 楼下 岳阳楼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啊 另外还有一个南昌的滕王阁 武汉的黄鹤楼 滕王阁已经去过了 但是黄鹤楼也没去过 这次先来岳阳楼看一下 这个楼的话有三层 有这种飞檐 旁边有飞檐 然后最上面是盔顶 总高只有19.42米 这个不是很高 滕王阁就更高 好像有六七层吧 我们现在先上去看一下 岳阳楼这么有名的话 肯定是因为那个北宋名城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所以这么有名 当年就一句啊 快至人口的先天下之乐而乐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先在外面看一下 它这个楼的话 全部是纯木结构 厉害了 没有用一钉一瓦 没有用一颗钉子在里面 全部都是木质结构 这位 有小姐姐在上面拍照 这个就是它正对面 刚刚是从背面过来的 正对面 前面就是 针山岛 然后下面就是洞庭湖 湖边还是好凉快 靠近水的地方 就虫子太多了 这里 下面应该是那个 点江台吧 待会下去看一下 主楼的右边是三醉亭 高11.59米 左边是鲜梅亭 高11.99米 好了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预阳楼去看一下 奇怪的是它这个纯木结构居然可以保持这么多年 而且现在还对外开放 经常有游客在这里走来走去 路口向左 走这边进 这里进去 这边还有两个椅子 一个小桌子一样的 然后这是一楼 中间的话就是这个岳阳楼梯 有12块 坦木刻上去的 我现在好像稍微有点吊丝了一样 中间是一个大桌子 哇塞 还能听得到楼上走路嘎嘎叫的声音 真的是 感觉这个木头还是木头做的 稍稍有一点褪色了 然后就从这个背面上楼梯 都铺了这个地板 还是要铺一下更好吧 木头感觉走起来都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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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楼 相关牛子进入 还有一排凳子 二楼也有两楼一下 一整墙 然后外面有一排的椅子在这里 还可以坐 还可以坐 我们在游子上三楼 去三楼看一下 三楼应该是看风光的吧 可以俯瞰洞庭服 现在上三楼 要换一下 可以开这楼子的 这楼太高了 这楼太高了 如果来这边 它考得很早 这边 这边出完以后 回去考试这边吧 看不见得 学的应该不太一样 考语不一样 考语不一样 不一样的 现在通考了 这定书 通考了 窗外就是洞庭湖 对面应该就是君山道 这上面真的好凉快 靠近水边就是不一样 前面还有两个 这圆桌一半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它的话呢是在于八丘城北 后来的话呢 它是一座土种 它发掘出来之后 只有它的一个衣服 还有它的一个修化鞋 对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看画像的 可以去看一下 看完 我们这边 可以往这里面 看花 小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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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对脸 是后人对它的评价 支平位住人终结 世絮情统 月里先 好久不見